電影場景中駭客入侵3C產品 全面掌控他人個資 令人不寒而慄 而這樣的狀況 已經在現實生活真實上演 你的手機很可能已經被監控 後台裡面可以監看的就是包含 簡訊 通話記錄 定位追蹤 多媒體就是照片 然後這是通訊錄 然後這是行事例 然後這是以LINE為主的APP 我都可以看得到 只要植入這款手機木碼程序 登入網站後台 就能全方位監控手機任何訊息 管如網路徵信社 先放在美國架設伺服器 在網路散播軟體下載點 只要付費購買軟體 裝入追蹤對象手機中 就能植入木碼 登入後台 就能在對方不知情狀況下 完全掌控手機上的一舉一動 警方針對這款軟體展開追蹤 發現台南一名公姓女子是有重嫌 是台灣地區代理商 不法獲利超過兩百萬 他們是以第一個月付款三千塊 往後每個月付款兩千塊 就可以持續監聽這支手機 目前的話統計到目前 可以追查的到這兩百萬 但是至於購買點數 這一種沒有辦法 追查流向的付款方式的話 這個就沒有辦法估算 想避免成為監控對象 除了確認網路流量 手機耗電量 最好定期檢查 是否出現來路不明APP 而販售木碼城市軟體 或隨意竊取他人個資 都已經觸罰 可處三年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警方也呼籲民眾 千萬別以身釋法 記者冠章 談報道